在今天白天 隨著冷空氣的強度減弱 中午的溫度形態來說 比昨天都上升有4到6度之多了 不過這清晨的溫度 有一個地方反而低 因為最主要是輻射冷卻作用 我們就來看看今天的三個之最 第一之最 最冷的地方 天亮之前 在這嘉南平原的嘉義側站 側到的溫度是11.7度 溫度形態來說 你可以注意到 當冷空氣剛剛下來的時候 淡水的溫度是最低的 但是當冷空氣完全要釋放完畢之後 雲嘉南這些平原空曠地區 只要是清晨天氣晴朗之下 輻射冷卻的作用 會使得這些地方側站的溫度最低 淡水今天的溫度是在12度 在天亮的時候 可是海邊的陣風在今天白天 台中的無漆 還有包含桃園的新屋 依然是比較偏強的 又在7級的陣風 但南部地區 當冷空氣減少 雲層減少 陽光一照射 中午暖 高雄的溫度今天中午 就到達了28.6度了 日夜溫差在明天的時候 相對的會比較明顯 接著禮拜六 後天 冷空氣又再度南下了 週六晚上的時候 到週日的清晨 中部以北的低溫 又要下探11度的低溫 我們就來看一下 衛星雲圖 雲圖上先注意到 當高壓系統逐漸的東移中 我們的風向開始變為 東風吹進來 所以在東半部地區的朋友 早晚的時候一些地形的雲層 相對的就會比較偏多 明天天亮的時候 花蓮台東雲亮多 不過到了白天的時候 因為風場由東風 漸漸地變為東南風 來看到地面天氣圖了 地面圖上可以看到 高壓系統正在逐漸的東移 預估這個高壓 明天到達琉球群島的附近之後 我們的風場開始變為東南風 溫度再上升 但是在西伯利亞的另外的冷高壓系統 將要再度的南下 預估 周六早上冷空氣進來 周六晚上的中部以北 就會降到11度 冷的時間 一天的時間 到了下禮拜一 氣溫再上升 來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在外島地區 依然是比較偏冷的 台灣本島部分 晚上在中部以北14、15度 南部地區18 白天都可以在21到25度之間 小丁您兩件事情注意 一個日夜溫差相對的比較明顯 還有清晨冷喔 出門騎車的朋友 保暖不可少